越来越多的消息被挖掘 莫斯科恐袭的凶手被曝光是四个塔吉克国籍的人 但很快塔吉克政府就明确表态 这四个人并非塔吉克国籍 而是身份被冒用 如果这四个人真的是塔吉克人 塔吉克想否认也否认不掉 但套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另外还有消息称 就是那个在视频前受审 自称拿了50万卢布的恐怖分子 持有乌克兰国籍 前年还在乌克兰军队中服役 现在各种消息满天飞 我们暂时还不能通过这些公开的信息 来确认谁就是凶手 但所谓的IS就是罪魁祸首 莫说俄罗斯不信 正常人都不会信 更有趣的是 根据媒体报道的消息 3月7日其中一名恐怖分子 就曾在踩点的时候被一位摄影师拍到 3月7日发生了什么 美国驻俄大使馆公开表示 俄罗斯将可能发生恐袭 甚至直接指明了音乐厅 美国难道未卜先知 知道这么清楚情报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自己参与了 所以才能掌控每一个重大细节 在国家层面 在个人看来 既有动机又有能力 对俄罗斯发动这样恐怖袭击的国家 只四个 第一个 美国和英国 为什么第一个是美国和英国 答案其实很简单 英国是没有单独行动动机的 它不至于单独干这事 但英国习惯跟在美国后边配合干这种事 这种事 没有美国英国这种级别的国家参与 结果不会这么惨 而且美国3月7号就在驻俄罗斯大使馆官网上宣布了俄罗斯要发生恐袭 甚至连音乐会这种场所都点出来了 我们不要忘了 根据枪手公认 他是电报接单后3月4日才从土耳其飞往俄罗斯 结果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3月7日就点出来了要袭击音乐会 这说明事情早已策划很久 而枪手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美国全程掌控 干这事的不是美国盟友就是美国自己 能为这事保驾护航全程的恐怕美国的概率很大 美国为什么要干这事 动机是什么 一是不甘心乌克兰战场失败 二是希望通过制造俄罗斯失败来提振拜登的选情 那么美国又为什么专门放出来信息 答案也很简单 因为美国希望把自己撇清 先宣布出来告诉俄罗斯意思就是 这是和美国无关 但是俄罗斯相信吗 恐怕不然 所以俄罗斯一定会采取最有利于自己的报复方式进行报复 对于俄罗斯的反应和态度将会决定俄罗斯下一步的行动 第二个 乌克兰 这是大概率乌克兰是参与了的 为什么 两点 一是俄罗斯明确表示 这些人在屠杀后是准备撤退至乌克兰的 二是在当前背景下引发这样恐怖袭击的因 至少一半以上的可能是俄乌战争因素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单纯乌克兰是没有这种策划能力的 战场上已经节节败退 在莫斯科制造这么大的袭击 单纯靠乌克兰不可能完成 但是乌克兰很大概率是阶段性参与者 也就是接应者或过程中的配合者 否则若非告诉枪手已经安排好了撤退 他们认为这是自杀式的单程机票 那么他们可能要的就不是50万卢布的价码了 正是他们认为他们有概率撤走 他们才会这么干 那么要撤走谁来接他们 撤到哪里 不言而喻只能是乌克兰 第三个 以色列 为什么说以色列也有可能呢 三个动机 一是俄乌冲突打得更狠的情况下 能牵制国际社会的目光 如此一来巴以冲突中 乌克兰搞屠杀的舆论声音就会小一点 而且也会牵制俄罗斯的经历 我们不要忘了 以色列已经明确要对拉法采取地面行动 这必然带来大量伤亡 甚至可能比袭击加沙的伤亡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 俄乌战争打得激烈对以色列是有利的 二是俄罗斯陷入乌克兰危机 有利于以色列搞扩张 以色列搞完加沙 下一步要搞的可能就是黎巴嫩和叙利亚 如果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争 对以色列来说压力就会小一些 三是对俄罗斯的报复 伊朗背后主要是俄罗斯进行支持 胡赛武装和哈马斯主要是由伊朗支持 现在给以色列制造麻烦的就是他们 这让以色列非常恼火 而以色列的情报特工组织是全球著名的 这次恐袭肯定是由大国参与的 但到底是谁以及谁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种事恐怕很难有明确答案 但俄罗斯肯定是会搞清楚的 因此我们从俄罗斯接下来的行动中就能看出来真实情况 但无论如何 所谓的ISIS是凶手 这一说那是任谁都无法相信的 无论动机能力和手法方面都与ISIS不太符合 然而其实事情发生后 凶手真的是谁并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谁都能猜到这背后的大概逻辑以及恐袭希望达到的目的 对于俄罗斯来说 查明真相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次恐袭带来的不利 最终化为对俄罗斯的勇力 因此凶手是谁虽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因势力道处理好这次不大不小的危机 那么从这个逻辑上说 无论具体操作细节怎样 那么这次恐怖袭击的凶手之一都必须是乌克兰 乌克兰跑不掉 因为只有这样 俄罗斯接下来才能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一则本身乌克兰就脱不了干系 俄罗斯一定能找到证据 二则俄罗斯也需要乌克兰是凶手 合在一起 乌克兰必是凶手 至于美国和北约 俄罗斯也许不会选择直接指向美国 但暗示暗指大概率是免不了的 通过这件事 意味着美北约与俄罗斯关系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都是不可能解冻的 因此接下来恐袭最大的凶手必须是乌克兰 泽连斯基没有选择 其实普京也没有别的更好选择 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恐袭发生后的一个重大细节 那就是俄罗斯把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提升到了战争 特别军事行动意味着俄罗斯依然在控制冲突的烈度和级别 只是希望达到某种战略目标而已 但是一旦国家层面上升到了战争 意味着整个国家则围绕这一切而展开 譬如特别军事行动扩军还是有限的 但一旦宣战 扩军也是无限的 战争手段也是无限至极的 而且我们也还要注意到 克里姆林宫宣布这一消息是在袭击发生的当天 这表明俄罗斯的决心下得很快 袭击发生后立刻就明白 这件事要想达到利益最大化只能指向乌克兰 这其实也和前面的分析形成了相互印证关系 俄罗斯既然是第一时间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提升到了战争级别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了 那么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 在个人看来俄罗斯的目标其实已经很清晰 那就是尽量多的占领乌克兰的领土 一方面现在的格局显示 俄罗斯有机会占领更多乌克兰的领土 从而在与美北约博弈中占据主动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只有继续向西推进 才能对国内的民意有所交代 那么普京对乌克兰作战接下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个人认为普京至少有三大目标 一是占领乌克兰整个黑海出海口 对俄罗斯来说 占领整个黑海的出海口 有利于提升自己的防卫和贸易能力 而且俄罗斯也只有把拿下整个出海口 才能说在地缘安全上有了一定的安全度 二是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 毫无疑问这就是俄罗斯的目标 所以接下来俄罗斯对基辅的打击将会越来越激烈 三是控制三分之二个乌克兰 对俄罗斯来说 是不是一定要占领乌克兰全境 这肯定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占领太多 不但与美北约失去了缓冲带 给俄罗斯带来更大风险 如此一来 乌克兰更可能被俄罗斯瓜分 因为还有诸如波兰 罗马尼亚都对乌克兰有领土诉求 事实上 不久前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维杰夫 就提出了瓜分乌克兰的设想 其中就包括波兰与乌克兰 拿走部分乌克兰领土 如果上述分析没错的话 那么接下来围绕乌克兰的争夺 将非常激烈 为什么说非常激烈呢 因为美北约都丢不起乌克兰 真丢了意味着美西方政治上 被严重削弱 如此一来 美北约只能直接面对面的 与俄罗斯较量 为什么说 接下来俄罗斯要发威了 其实答案很简单 继续按照过去的节奏打 对俄罗斯来说不利 俄罗斯这个时候就得上烈度 说白了就是用更大规模的武器 彻底绞杀敌人 要想达到目标 没有别的办法 而普京为了达到反击的效果 也必然会实质性的做点什么的 在这种背景下 俄罗斯还有什么多余的选择呢 普京要想俄罗斯和自己的政治利益 都获得更多保证 那么就是用强大的武力 给俄罗斯人民交代 在这种情况下 普京当然可能不宣而战 当然会打出来更强有力的烈度 普京这次发威不简单 因为还有个时间限制 现在是拜登执政 11月美国将选出新总统 特朗普很可能再次当选 特朗普对乌克兰危机的态度和拜登完全不同 他希望与俄罗斯妥协 在这种情况下 普京可能还得放慢脚步 那么就不如现在大力出手 在特朗普上台前 尽量获得更大的战果 从而有与下一届政府谈判的资本 因此综合起来看 俄罗斯必然发威 普京必然下定决心 泽连斯基等着吧 接下来 他的面前将上演遍地桃花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